纵观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就会发现,虽然说在古代社会中,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掌握着统领全国的权利,当历史发展到明朝时期时,统治者的发展方向却转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那么,对于明朝的统治者而言,东北地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将东北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对象呢?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在秦朝社会中,由于整个国家在最开始的时候本就地处西部,因此,秦朝的发展也是依靠着西部的各个氏族而建立起来的。 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之下,后来统治者西域地区的开发就有了一定的历史渊源,而到了汉朝统治时期,随着汉武帝派出张迁打通丝绸之路,从此,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 在当时的社会中,西域成为了汉朝统治者主要经营的发展地区,虽然说在后来的日子中西汉灭亡,东汉建立,但是东汉的统治者也仍然延续着对西域的发展。 而在汉朝社会中,由于统治者本就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势,因此,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就变得更加频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而在中原地区也时常会出现一些西域的商人,可以说,唐朝正是因为这种较为开放的政策,才有了更加繁荣的发展态势。 在唐朝社会中,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商业发展通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西域地区的文化也纷纷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原地区,而在后来的日子中,随着唐朝军队开始与阿拉伯之间发生争战,因此, 唐朝对于西域地区无论是从经济上的往来,还是军事上的控制,都是具有着一定的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汉唐统治者的发展重点自然也就偏向了西域地区,毕竟这里有着较为完备的经济发展体系,然而到了明朝社会时,西域地区就已经面临了荒废的境况,纵观明朝历史可以发现,在当时的社会中,国家统治者的主要经营地区放到了东北,与此同时, 全国的资源储备与军事建设也都纷纷集中在了东北地区,那么,为什么在不同朝代之间,国家的发展重点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原来,在元朝时期,由于元朝的军队向外扩张势力比较强大,因此,他们便沿着西域一路向北,并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这些蒙古军队在征战的过程中,曾经给西域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灾难,因此,在后来的日子中,西域各国也纷纷摆脱了中原地区的控制, 就这样,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此就被打破,而在明朝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原地区的统治局势还不是非常稳定,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朱元璋就决定先将国内的统治进行安定,再去考虑对外交往的问题,就这样。 朱元璋封闭了很多对外交往的通道,此时,建立内部的统治就成为了朱元璋治国的重点,而在后来的日子中,随着朱棣将都城迁到了北京,他所统治的地区也偏向到了东北范围之内,当时,由于北京与西域之间的距离较远,再加上古代社会中交通条件并不是非常便利,就这样,整个明朝的发展方向的,就开始从西域转向了东北,纵观整个发历史发展进程就会发现, 虽然说在曾经的中国社会中,统治者与西域之间的联通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在明朝社会时期,由于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来自于北方以及东北地区,因此,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建设就成为了明朝统治者,巩固自身政治基础的重要目标,而在后来的日子中,随着郑和下西洋事业的顺利展开,明朝统治者自然也就不用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维护与西域之间联通的丝绸之路, 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之内,由于黑死病的出现,因此,大批的欧洲人也纷纷因瘟疫的影响而离开人世,此时,整个欧洲都进入到了一种发展停滞阶段内,由于其内部出现了如此巨大的混乱, 因此,当时欧洲也并没有过多的心思去应付与明朝之间的往来,就这样,从明朝开始,我国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交流中断,而在后来的日子中,随着明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开发逐渐深入,最终,他们也将大部分的统治精力放到了东北地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在汉唐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我国中原与西域之间搭建了一个 友好往来的桥梁,但是到了明朝社会中基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发生,最终,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联系也逐渐消失,而从此之后,受到明朝统治者的影响,西部地区就不再作为我国的发展重点,此时,东部地区就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支柱,通过以上的介绍就能够感受到,在明朝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西域地区之所以会被忽略,也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欧洲地区发生的种种动乱的话,或许我国统治者也不会放弃对西域地区的发展与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我国的东北地区物资储备较为丰富,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明朝的统治者就自然而然地重视起了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朝代而言,他们之所以会转变发展重点,也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表现,通过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态势,我们也能够间接推断出,在那个年代中,人们经历过怎样的特殊发展局面,从这种分析过程中就能感受到,历史都是环环相扣的存在, 在我们研究历史的进程中,也应该多方面,多角度地看待问题,总督这一职位,国内外都有设立,罗马帝国曾设立过,英国大举开拓殖民地的时候,也设立过,中国最早设立总督职位的时候 还是在明朝中期,所谓总督,自然是可以掌握地方大权,督办重要事务的官员,明朝,清朝虽然都设立了总督这一职位,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别 在清朝,总督是地方大官,掌管地方的军权和行政权,属于当时最重要的封疆大力,东三省总督因为清朝发家官外,所以这里的总督地位最高,而直立总督因为靠近北京,后来又入了北洋大臣的管辖,所以这里最有分量 总而言之,清朝的总督是当时最有分量的地方官,而明朝不一样,明朝最初设立总督的时候 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官职,明朝的总督,都是从中央的尚书,侍郎里挑选出来担任的,设立总督的初衷,就是让他们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让他们可以协调各路资源,尽力去平息事端,等到事情处理完了以后,就裁撤这一职位 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明朝中期,为了抵御北方达达设立的纪辽总督,专门管理前梁军务 不过,因为北边一直不安定,所以纪辽总督这一职位就一直存在,直到清朝时候才废除 当然,在明朝的时候,总督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在中央的时候,他们身居高位,在地方的时候,他们可以掌握地方的军权和财政大权,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是,到明朝中期的时候,一些地方的总督,也开始成为常设官职,跟明朝还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清朝设立总督 目的还是为了中央能更好地掌握地方的权力,派往各地担任总督的官员,都是文臣为主 他们可以用来截治地方上的武将,为了不让总督的权力过大,明朝又把军队的实际权力抽掉走 军队只听从朝廷的调令,而不是总督的命令,总督只负责截治那些高级武官即可 为了让自己更加放心,清朝皇帝又让巡抚跟总督直接互相截治,奋权,避免地方势力过大 与此同时,又给了总督一定的发挥空间,让他们可以截治地方不同的省份,协调处理好地方事务 也正是因为明,清两朝设立总督目的不同,才导致他们后面一系列的不同 不过,这两个朝代之间的不同,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总督这一职位的设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为地方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才能处理好地方的事务 这也是为什么,清朝会沿袭明朝的制度,继续设立总督这一职位 但是,因为这两个朝代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内部条件构成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们会在总督这一职位上出现不同 也是正常的,从汉唐和明朝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措施 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在不同状况下 他们为了能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对策和行动也是不尽相同的 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国来说,世界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我们要想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处理与国家的陆海空边界矛盾,在保证领土不被侵犯和政权稳固的情况下 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的和谐统一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